文化自由行 看著我們錄音的製作人員 或者一些朋友聽說 其實我們如果可以再講多些 因為很多都是音樂出發的人 其實音樂這麼大的範疇 如果我們真的要講一些很傲慢的音樂 哪些音樂我們不講 或者這些音樂 或者很多所謂的偏見 哪些題材你都很想發發 這句說話由我來說 人家會向我扔膠樽 對 我們今天想講一個題目 Rock and Roll is so old 搖滾音樂是一種很老化的東西 所以我立刻想起 Mike Jack 你講的東西 他真的老 他年紀才老 但我們知道搖滾音樂的精神 老態 語言 其實我不是反對 我只是拋磚人家 拋磚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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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著別人學得到 哇搞錯 你是樂隊 但大家真的明白 從來大明一派 我們做樂隊的時候 都不是一隊 Rock Band 我們在20年前 哈哈哈哈 其他學者一定會罵我們 我們在20年前已經知道 未來是電子 哈哈哈哈 因為我自己本身 不是Rock and Roll 不是Rock and Roll 劉爾達 多一點是一個 他多一點是 因為他在玩吉他 沒錯 他整個款都 哈哈哈哈 駱人家 所以我一直都是聽一些很Pop的東西 還有聽一些很電子的東西 那些東西 精神上他不是很Rock and Roll 但是 當然 後來我一直聽回 其實我都聽了很多Rock 我喜歡 但是 我心裏是甚麼音樂我喜歡 我哪有這麼分 不過我有時 是抵不住頸 尤其是本地 有很多人還要著一個旗幟 我們今晚這個節目 將會很Rock 然後又拿到Beatles 哈哈哈哈 為什麼覺得Beatles 就是Beatles 在1964年的時候 是1969年的時候 他們當然是很搖滾 即是將我們的世界都翻天翻地 但是為什麼到21世紀 我們還覺得Beatles 對我們來說是翻天覆地 難道我們世界沒有任何東西 可以翻天覆地 但是很多人是尊崇 原創的人 就會覺得 因為他是原創 所以他的地位不能取代 所以一說他一定沒有錯 誰叫他先行 我就是想問那些人 為什麼他們不做到功課 找一些新的代表 對 我們不準備在這裡說很多代表 因為我們這不是音樂性節目 其實Beatles之後 還有很多人翻天覆地過 說一些大家都懂 例如說Livana 可以上電視節目的時候 玩Rock的時候 是玩Livana instead是玩Beatles 或是玩Radiohead 那些都是Rock and Roll 但他們仍然都是 可能對於某些年紀階層 他們的反叛 或者用下雨露 來等同了那種所謂的反記制 態度 等於好像美國有一本 其實是六十年代 開始創刊的雜誌 Rolling Stone 就沒有S那本 其實他到現在 已經是一本很一撇 很現制裏面 還有Rock and Roll 已經有個Hall of Fame 的Museum 在Clifland 變成了跟荷里活明星 是很相似的 即是跟黑客咖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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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不過香港可能 因為香港的另類 就是搖滾 可能 以前是 喊了這麼多年 十幾二十年 有些人還覺得 哇那些Rock友當然是另類友 地下友 還有這些Terms 地下友 其實我要再次一次聲明 我不是反搖滾 我其實是愛好好的音樂 音樂好就可以了 就沒有問題 還有其實鼓腦不是一個錯 不過我覺得 那些中型搖滾立喊的人 都覺得自己是很前進 很進步 最重要不要把這些紙巾出來 我覺得搖滾 鼓腦是一個問題 因為當你說 搖滾是不是很老的時候 就立即是很混亂的 這個訊息 第一就是說 是說那些老的搖滾人 或者是搖滾本身 這個精神已經過去了 但如果我們說 搖滾的精神是不死的 首先同意 那我講的是什麼呢 那是否就是 不斷要創新 不斷要憤怒 不斷要對既成的建制 提出質疑 我們要擺出另一種姿勢 如果這件事是不死的話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人代入 比如逐個個案體 當然跟Beatles 不能同日而語 各有各個偏好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Nerana不夠健康 不得高溫正清潔 頭髮沒有冬菇頭 早期的Beatles 這麼整齊 都有這種偏見 所以裡面還會有再細分的 很多不同的立場 所以搖滾是一個總稱 但它絕對是一個異質的東西 但我們不要講外國的社會 講我們本地的社會 我們很多時候拿出那些 代表搖滾的人 譬如我們最近有一看的 是Eagles 我也有去看 可以嗎 就很溫馨 好溫馨 好溫馨 很多回憶 問題是 我們的搖滾 都是繼續是Beatles Rolling Stones 和Eagles 但其實 真的代表新一代的人 如何去interpret 如何去演繹搖滾 其實還有很多名字 還有些人還說punk punk是1975年 那個真的是 他們說 我覺得你們今天很punk 你說我1975年 我是五千年 我是五千年的東西 為何你還說好punk 雖然現在punk是再回來 實在我覺得音樂 在我們身邊 有很多這些 可能大家會用了那個詞彙 或者用了那種想法 來去貫清很多不同的態度 但我覺得如果大家可以 前進點這樣想 等於我們說文化技術一樣 其實我們很前衛 其實前衛 好像真的講阿班格 如果Eva 對 但可能我們在這個年代 我們希望大家 如果真的前進點 前瞻點 的時候 我們真的想想 我們搖滾到後搖滾 如果真的要說 我們那次看Mogway 今晚碰到你 即是那種音樂 也是一種很特別的曲色 即是結他 是代表了唱歌的人 不用唱歌 我犧牲過自己 來做一個例子 即是 我被人說了 我是一部很前衛的人 在那邊 這個是假的 不是 最慘 這個是真相 才是一個可悲的地方 原來沒有另一個人 比我更前衛 是挺恐怖的 這個香港的地方 不過你立刻 令我想起 有一個劇場在香港 叫前進進 我們以後就說 要滾滾 這樣 要滾滾 這樣就表示到 我們有新的generation 所以有兩層 第一層就是精神不死 那一層就不要緊了 另外再生出來的形式 我們不斷地在變 所以現在不是說 後後現代 後後殖民 剛才他說的post rock 即是後躍滾 整整兩個半小時 是沒有人唱歌 全部都是音樂 即是那種躍滾 而且全部都幾乎接近噪音 那是一種新的躍滾 新的形態存在 但有沒有那種精神呢 可以有的 那種顛覆了搖滾的方法 就是用搖滾的精神 來顛覆搖滾 所以搖滾一定不可以繼續搖滾 其實搖滾不應該是一個tribution 對啦 不能成為一個傳統 以及建制 所以很奇怪 很多人經常想 希望你的偶像變成大紅 當他變成大紅 變成建制的一部分 你又推棄他 或者你不想他 因為他太過變成建制的一部分 那你會不會很痛苦 別人這麼受歡迎 又成為建制一部分 又要大紅 但是呢 當你大紅的時候有人說 沒有啊 我從來都不覺得 我從來都不是追求 我要變成一樣東西 我覺得 我在浮遊 在那些地方 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記得第一個星期 Anthony說 他不斷踩鋼線 其實我覺得 最難就是踩鋼線 也最好玩就是踩鋼線 如果懂得欣賞這個技術的朋友 他就會不斷 下面歡呼 又或者是等他害怕 但是同時 我想那個 就是踩鋼線 還有 The Art of Being 這個鋼線的支持者 那我們希望 接下來有很多個星期 我們有很多鋼線 繼續踩 我們會繼續踩特技人 好 謝謝 Rock and Roll Bye 謝謝 傲慢與偏見 傲慢 偏見 傲慢與偏見 文化自由行 Fulture Walk 文潔華 王之中